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句话题我们说的是 航天科工超低轨的通摇一体星座的建设启动 10分钟将拍片前球 在第九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总体部宣布 正式启动超低轨通摇一体星座的建设 计划2030年完成300颗星载轨组网运行 最终达到全球范围10分钟以内的 及时业务响应和服务能力 有航天爱好者推断这个星座 与马斯克的星盾军用星座有一定的可比性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航天科工的这个星座 与马斯克的星盾星座区别还是挺大的 星盾的卫星携带的是红外传感器 主要用来探测高超音速的导弹 与航天科工的超低轨道星座 在应用方向上有着本质区别的 航天科工的超低轨星座 是一种通用性的天机基础设施 它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传统卫星 摇杆探测响应速度太慢的缺点 传统上卫星拍到一个物体的照片之后 要先把它传送到地面站 如果视野之内没有地面站 那还得把它先层除在卫星上 等到路过地面站的时候再下行 地面站收到的图像数据之后 要经过复杂的计算机处理 才能够变成彩色或者黑白的照片 提供给有关的用户使用 这个过程往往要几个星期 如果出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 比如说发生了重大的自然灾害 要对灾区进行应急拍摄的话 至少也要一两天的时间 才能够把照片提供给用户 这样的响应速度对于摇杆产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所以国内外的很多企业目前都在开发新的技术 让摇杆卫星能够像现场直播一样 把拍摄到的头像立刻送到用户的手里 实现所谓的近时时摇杆 也就是在不超过一个小时之内 把头像处理出来交给用户 据我们所知 国内有好几家卫星摇杆机构 正在设计和建造这样的星座 航天空工的超低轨星座 是最新宣布的一过 这样的近时时摇杆如果用在军事上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如今无人机已经能够提供实时的战场头像 而且因为无人机距离地面只有几千米 所以拍摄到的头像更清晰 分辨力更高 无人机还可以携带空的地导弹 精确制导炸弹等武器实现查打议题 卫星却不能从太空里往地球上扔弹 但卫星的优点也是无人机不能替代的 卫星一般运行在冯卡门线以上 而冯卡门线是外太空与地球大气层的分界线 位于海拔100公里的高度 世界上绝大多数武装力量都没有能力攻击100公里高度以上的卫星 而无人机就可以用防空导弹把它坐下来 这一点在乌克兰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也很强 像捕食者这样成熟的大型无人机也能流空几十个小时 但这个问题对卫星来说是不存在的 摇杆卫星可以在太空工作三到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传统上卫星对地观测最大的缺点 是不可能对一个地方进行持续性的监视 如果把卫星部署在距离地面800公里的高度 那么对一个具体位置的持续观测时间顶多也只有10分钟 最快也要到第二天才能够回来重新观察 大规模星座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21世纪初美国军方曾经考虑过部署一个叫做未来成像结构的星座 用几十颗卫星就能够实现近10时的覆盖 每15分钟就能够对某一个具体的位置重新拍一遍 当时因为有关的技术还不成熟 未来成像结构这个项目被迫下马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追赶 在高分辨力摇杆卫星方面 已经达到了和美国并驾崎岖的程度 在某些技术领域可能还有所超越 比如说中国在新上人工智能头像处理方面 很可能就已经比美国走得更远 在此前的节目里面 我们曾经介绍过中国航天的科研人员 曾经在卫星上安装了人工智能芯片 不需要把头像传回地球的处理站进行人工分析 在卫星上就能够识别美国航空母舰的位置 这个技术是解决近时时摇杆的关键 当然卫星不仅仅能找航母 还能够识别森林火灾 海面渔群 土地荒漠化和空气污染等等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我们注意到航天扩工强调了超低轨 和通辽一体化两个概念 超低轨的意思就是卫星 卫星是运行在距离地面不超过300公里的高度 离得越近当然就拍得越清楚 但是在300公里以下地球大气的密度还是挺大的 很容易给卫星造成比较大的飞行阻力 导致其提前降高度提前坠落 另外离地球更近了 卫星就更容易被地平线遮挡 如果它飞到了地球的另一面 那怎么能把图像传回来呢 这就需要一个星座的卫星之间 彼此能够通信 把地球另一面的图像接力传回来 这也是十分钟近时时摇杆的一个关键技术 这样一个星座部署完成之后 中国将打破美国航天技术上的优势 美军在战场上单向透明的优势 将不复存在 这个优势你也可以认为 是对美军的一种威慑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